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想入飞飞》 作者 花清晨 颇奖 雅鱼 清风 第24集 阳台上丧鱼仰着头 正踩着小凳子用手在勾着衣架 昨天他用衣叉叉衣服 因为衣架勾卡在晒绳上 他力道一大 结果把衣叉头弄断了 吊在楼下不知去向 没有时间去买 这会儿只能把衣服收回来用手挂上了 沈仙飞满脸怒气地走过去 对着他怒吼了一声 桑宇 我拜托你 能不能找些有意义的事情去做 别这么无聊的乱误导那两个高中女生 好不好 啊 桑宇被这突如其来的吼声吓到了 脚下一个不稳往前栽去 沈仙飞想都没想直觉便上前抱住他倒下来的身体 就这样毫无预示自上而下 桑宇的脸直撞向沈仙飞的脸 嘴唇刚好磕在了沈仙飞的唇上 好痛 想要伸手抚摸自己被撞到生疼的嘴唇 却看见一对漆黑如墨的眼眸在眼前放大 眨了眨眼瞪大了双眸 桑宇才意识到眼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他不但抱着沈仙飞的脖子 而且还抢吻了他 他又犯了保证书上的第二条 说不出的紧张 他连忙推开沈仙飞 先声夺人 这件事不能怪我 要不是你在我面前大吼大叫 我也不会被吓到 更不可能 更不可能撞到你 沈仙飞的双甲和耳根子都跟着滚热起来 俯上自己被撞疼的嘴唇 却是看到手指上沾着一片血迹 看到血迹的桑宇 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嘴唇好痛 伸手一摸更痛了 而且好像还肿了起来 手指上和唇上都是湿热一片 他一看手指间一片血迹 叫了起来 啊 那是我的血 你牙齿没事 长那么硬干什么 胸硬 牙齿更硬 憋了很久的沈仙飞终于忍不住 冷冷地打断他 你见过哪个人的牙齿软的 还是你的牙齿软的 又不是缺盖 不知疏松 擦干净了血迹 沈仙飞扶着很痛的嘴唇离开了 似乎忘记了自己究竟是来干什么的 死笨鸟 难怪是只笨鸟 鸟嘴都是要尖要硬的 啊 好痛啊 桑鸟 桑鸟捂着嘴直奔卫生间 用冷水清洗了还在不顿冒雪的嘴唇 为了防止山口恶化 桑鸟又奔回了房内 打开医药箱 面对紫药水和创口贴 他脑中浮现出满嘴的紫色 和贴着一个肉色贴布的样子 不禁觉得都是场噩梦 垃圾桶里满是面筋纸 可雪还是没止住 他仔细照了镜子 嘴唇偏右上的位置 被沈仙飞的牙齿撞了一道口子 最后他心一横 撕了一张创口贴 贴在了嘴唇上方 抱着猫头枕 他爬上了床 两眼瞪着白花花的天花板 刚才那个激烈的吻 是他的初吻 高中和江南在一起的时候 江南想吻他 下场却是被他狠狠揍了一顿 如果对象混成是笨鸟 他想他一定不会排斥的 嘴唇上的痛楚 让他忍不住骂了一声 死笨鸟 是谁说初吻是美好的 能把嘴唇吻成这样子 如果也叫美好 那他以前学跆拳道的时候 和软垫吻过不知多少次 是不是更加美好 忍不住又摸了一把贴着 创口贴的嘴唇 他竟然还能感觉到 之前沈仙飞嘴唇的柔软 温热的男性气息 还有那个温暖的怀抱 他干嘛那么快推开他 那么好的色有机会 都让他毁在了自己的手中 越想越傲恼 丧鸟将脸埋在了猫头抱枕上 没多久只听到砰的关门声 丧鸟跳下床 客厅里静悄悄的 对面的和室门里 散发的是无人的气息 沈仙飞出去了 也许人家根本就没当回事 心中一阵失落 丧鱼抱着抱枕 又回到了床上 炎热的夏季 只料在树叉之间 卖力地炫耀着自己的赏门 这样一个让人一起 一身慵懒倦意地闷热午后 走在法国梧桐遮烟的人行道上 沈仙飞的思绪 却不受控制地飘游了很远 蹲下脚步 沈仙飞的手忍不住俯上嘴唇 嘴里面还残留着 一股淡淡的血腥味道 想起之前抱在怀中 那个软软的身体 散发着淡淡的香 那个痛到难以忘掉地吻 虽是无意 但她不得不承认 却是在心间 荡起了阵阵涟漪 嘴唇贴在一起的时候 她的脑中却是乱成了一团浆糊 回到房间内 她对着那几张设计图发着愣 眼前出现的全是嘴唇冒着鲜血的她 脑海里就像是放电影一样 在食堂吃着大锅饭 皱着眉头的她 趴在图书馆里流着口水睡觉的她 课堂上认真听课的她 球场上会将球打得不见的她 暴怒时候会打人的她 不会洗衣服的她 试睡的她 短发的她 长发的她 一一浮现在眼前 为什么 这一年来 她的每一个姿态 她都可以记得那么清楚 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她觉得待在屋子里呼吸困难 所以才会在这奄奄午后 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 她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的她 一开口却是指责她的牙齿硬 望着走在前面 一个穿着白色T恤女生的背影 她想到那个恶女嘴角被撞破了 居然会指责她的牙齿硬 嘴角微微上扬 也只有她才会在那种时候 问出那样蠢的问题 身后一阵狗叫声 打断了沈仙飞的神油 回过头是一条白色的狗 正拖着一个大妈往前跑呢 瞬间的证然 沈仙飞这才意识到 自己在想些什么 满脑子想的 竟然全是她 呼了一口气 想到过会儿还要去帮同学打工 沈仙飞快步向车站买去 望着墙上的钟 指针快要直到十一点了 可沈仙飞还没有回来 平时最多不超过十点 沈仙飞就会回来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桑鱼抱着抱枕 已经不知道多少次看向墙上的挂钟 她会不会是因为白天那颗吻而在躲着它 咬着嘴唇 她肩不住乱想 滴答 滴答 时间永恒不变的声音 再一分一秒地走过 渐渐地 困倦的她支持不住了 便倒在了单人沙发上 已是深夜十二点多 一脸疲倦的沈仙飞终于回到了住处 下午的时候 沈仙飞带同学去打工 到了打工的地方才知道 原来是那个同学失恋了 后来 那个同学硬是拉着几个男生跑去喝酒 打完工的她自然也逃脱不掉 不喜欢烟酒的她本不想参加 但一想到回去便要面对桑鱼 因为中午那个突然撞到的吻 会让她觉得十分尴尬 所以她也就和几个同学一同去了小饭店喝酒 一顿饭下来 一个个喝得醉醺醺的 只有两个人是清醒的 其中一个人就是她 她和那个清醒的同学 分别负责将几个醉鬼 一个个送回住处 到了这么晚才回来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 《想入飞飞》 作者 花清晨 颇奖 雅瑜 清风 一进屋 还未开灯 一阵鼻人的凉气直袭过来 角落的柜式空调正在运转着 望了望桑鱼的屋门 好像是开着的 她不禁皱起了眉头 一点节约用水用电的意识都没有 她走过去将空调给关了 回转身 这才注意到鞋躺在单人沙发上的桑鱼 心猛然间漏了一排 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就好像是空虚了很多年 一下子被什么特别的东西 给添得满满的 她一直睡在这里 是在等她吗 借着对面顶楼来回扫动的装饰光柱 她看清了鞋躺在单人沙发里的她 身体中间一顿 整个陷在沙发座里 颈下一大部分是空着的 整个左手臂没地方放 拖在了沙发边缘 如果她这样一直睡到明天 整个身体肯定会疼痛的动不了 眉头伸锁着 她微动了动喉咙 俯下身正欲叫醒她 手在触及她的肩部时 却停下了 顿了顿 目光落在她嘴唇上 贴着的创口贴 样子滑稽透顶 这种把创口贴贴在嘴唇上的事 估计也就她会做了 嘴角不禁微微上扬 继而她又想到了中午的那一状 忍不住 她的手俯上她的眉心 比起她的家庭 家世甚好 什么都不缺的她 为什么在睡眸中却是皱着眉头 为什么会想要感受独立的生活呢 是因为她的父亲不归家 母亲打麻将吗 手顺着她的额头抚下来 手腹下传来的柔软触感 让她忍不住来回磨缩了几下 似感受到痒痒的 睡梦中的桑鱼抬起左手 一把将沈仙妃的手挥开了 背着一掌一挥 她挥过神 惊觉自己都在做了些什么 心中一阵慌乱 急忙别过脸 桑鱼并未想 手臂只是挥了几下 依旧还在睡梦中 这让她顿时松了一口气 一起上次在家的时候 她去叫她起床 却无端被她给打了 她有起床气 她绝不会笨到 在烟叫她起床 而被打第二次 弯下伸 动作轻柔地将她给抱了起来 走进她的房间 将她慢慢放在床上 她一挨着床 手一伸便将一旁的猫头抱枕 抱在怀里 望着她极其不雅地睡向 她不禁柔和了目光 飞扬了嘴角 飞扬着嘴角 静静地退出了她的房间 带上了门 任由温热的水 冲刷着身体 冲去一天的暑热和疲惫 还有令她讨厌的烟酒之味 抹了一把脸上的水珠 双臂撑在卫生间的墙砖之上 沈歇飞不禁想到自己投去黄庭的几张手绘稿 黄庭是全国最大的建筑装潢装饰工程公司 而总部刚巧设在恩市 只要是从事室内装潢设计的 没有人不想进入黄庭 黄庭高级设计师的设计大胆创新 作品不仅在国内室内装饰行业 占据了No.1的地位 更在亚洲 甚至整个世界 都是走在时尚潮流的尖端 不敢妄想成为黄庭的高级设计师 但她多么期望 自己的作品能够得到黄庭的欣赏 大三上半学期 会有为期半学期的实习期 她的首选便是黄庭 她已经投了简历 和几份手绘设计稿 已经两个月了 可那边却一点消息也没有 犹如时辰大海 这让她很难过 大学下学期就要开始找工作 她若是这次实习进不了黄庭 那这四年也都是白学了 杨七连站在那里 任油水哗哗地打着脸庞 突然砰的一声 浴室的门轰得一下被撞开了 拨开浴帘探出头 她震惊地看着浴室门外的人 正是一只脚高台穿着睡衣的桑鱼 从她站的位置看过去 就那个动作刚好可以看到 她的粉色小内裤 她微眯着眼一言不乏走进浴室 撩起睡裙退下了内裤 往马桶是一座 紧接着便是一阵尴尬的水流声音响起 看到这不雅的一幕 沈仙飞急忙拉上玉帘 在心中咒了一声 这个该死的桑鱼 没一会儿她听到没声音了 期待她人赶快走 熟料那道遮羞的玉帘突然被拉开了 她瞪大了双眼 望着眼前睡得迷迷糊糊 半眯着眼的桑鱼 急忙抓起一旁的毛巾 遮住下半身重要的部位 暴怒地看着她 她呆滞的目光上下打量着她 微微动了动嘴 半夜不要关卫生间的门 欲连幽地回到原位 她便搭了这脑袋出了卫生间 这个让人很受不了的女生 究竟是醒着 还是在梦游 只为上个卫生间竟然破门而入 还把她从上到下全部看光了 手撑着墙壁 深深地闭起了眼 沈仙飞咬紧了牙根 心中突然涌起一股 很想揍人的冲动 迅速擦进了身体 她穿起衣服 便冲向她的房间 可这个可恶的女生 竟然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 两只手死命地抱着那个粉色的小猫抱枕 呼呼大睡 她真是快要被她气死了 愤恨地垂了下墙壁 她咬着牙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这一夜她又失眠了 她永远忘不了进入H大的第一次失眠 是她穿着一件纯白的大衣 立在宿舍前的那棵树下 亲爱的听众朋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 《想入飞飞》 作者花清晨 颇奖雅鱼 清风 更多精彩有声小说 尽在喜马拉雅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